我想我先講講這個臺美軍事交流的部分 再回到我個人的層面來說 那臺美軍事交流其實很簡單 臺美軍事交流的目的 就是希望可以強化台灣的自我國防戰力 其實我必須說這個張士剛在這裡 但我知道這個常常可能在這裡的 這個國民黨的議員 可能跟黨專的立場 並不是完全的相符 但我常常看到國民黨中央一直說 我們用對話來取代這個爭端 說來是很漂亮 但其實沒有人信嘛 中國也不信嘛 習近平跟你對話唯一的目的 就是希望可以統一 你討論跟他 討論任何事情都可以 但是討論的目的就是要如何統一 所以今天美國認為說 這件事情其實講話講回來的重點 並不是對話 重點是國防 所以其實美國最近這個CSIS 也是我所屬的智庫 其實他就做了一個全方位的兵器推演 其實兵器推演 很多人不知道是分兩階段 第一部分是所謂的政戰階段 政戰階段 我其實7月特別跑了一趟 華府其實也是參加這前段班的 這個這個兵器推演 那後段班才是所謂的戰略層面 那所以他這個綜合的一個兵器推演 做得非常非常完整 24套不同的劇本 全部都演完了 演完之後 在12月的時候發布了一個報告 這報告其實非常長 我也鼓勵大家去看 有時間去看一看 但他從中 他其實寫到幾個重點 重點是什麼 先講一個結論 這結論就是 如果中國打過來的話 台灣跟美國是最後能獲得勝利的 這個是結論 而且這個是24套不同的樣本 不同的一個情境去驗證出來的一個結論 但是這個結論 其實達到之前 其實雙方都會遭受蠻慘痛的一個代價 因為我們不要忘記 中國打過來 這就是戰爭了 戰爭任何國家發生 其實理論上 都會有非常非常慘重的一個代價 包括美國 美國為了協防台灣 他有兩艘這個所謂的航空母艦 整個被擊沉 一艘航空母艦 差不多有五千名官兵在上面 至少死了幾萬個 這個海軍 跟海軍陸戰隊 跟陸軍等等的 這樣子的一個官兵狀況 那為什麼要死呢 就是因為要捍衛 台灣的主權 捍衛台灣的民族跟安全 所以這是美國付出的一個代價 但是這個 其實我要講 這個結論 其實也是有很多前提在的 那這個報告 其實就寫得非常清楚 第一個前提是什麼 就是美國一定要可以做出 有效的遠距離打擊 也就是說今天如果中國 真的是攻打台灣的話 其實美方要進入這個區域 其實要花一點時間跟精力的 也就是說美方如果要協助台灣 最好的一個做法 就是可以透過遠距離的方式 持續的去打擊中國的軍艦 中國的登陸艦等等等等 所以這是第一個前提 第二個前提呢 就是日本的角色非常非常重要 日本如果退却的話 相信美國是沒有辦法去運用 他在日本所布設的一個基地 來捍衛台灣的 所以日本的角色非常非常關鍵 這也是為什麼 我相信這幾年來 台灣也好 美國也好 其他的民主國家也好 都是希望把日本拉攏過來 跟日本說 今天如果台海發生危機的話 日本這個難免被遷入的 這會改變整個世界局勢 所以日本如果提早可以說清楚 說台灣出事 日本就會協防的話 這個對台海和平是有幫助的 第三點 其實就是美國講得很清楚 美國車智庫沒有烏克蘭的模式 沒有烏克蘭模式不是針對台灣 是針對美國 也就是說今天我們看到烏克蘭 連戰戰打到現在 各國都是只是願意從遠距離去提供軍備 提供武器 最新是提供戰車等等等等 但是從台灣的一個情境 你必須派兵 對不起 沒有辦法 只能遠距離提供物資 遠距離提供戰備 這不是這個選項 沒有這個選項 你一定要全力的投入 所以這是沒有烏克蘭模式 就是這個原因 但第四個也就是最關鍵 我們今天為什麼會討論到兵役問題 就是台灣一定要守得住 任何國家能全心全力的幫忙 美國願意為了我們 犧牲這麼多的航空母艦 大型的軍艦 甚至於五百個戰機等等等等 但是最重要最重要 就是台灣還是要守得住 那後備改革 就是我們守得住的關鍵之一 所以其實今天討論到這麼多 為什麼後備改革的重點 這麼重要 就是因為後備改革 第一個牽涉到我們整個防衛 我們台灣的決心 第二個牽涉到我們的兵力的一個運用 而第三個我覺得最關鍵 最關鍵就是說 今天我們台灣 如果可以釋出這樣子的一個決心的話 才有可能去感動世界 一起來投入台灣的一個防衛 我自己其實是2011年去當兵的 我覺得2011年當兵的情境 跟現在真的不太一樣 因為很多我的同梯 其實都會認為說 你去當兵你拿掃把的時間 其實比那步槍的時間還久 所以其實很多的訓練來說 大家不會覺得說 這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一個過程 或課程 那其實我覺得這一次 同台灣的一個軍事改革 真的是參考美國的 因為我其實前幾天 我去問了美國 我有一個朋友 一個親戚 其實他其實是當過台灣的兵 也後來去當美國的這個陸軍 還派出過阿富汗 伊拉克等等 是我太太的哥哥 金哥哥 那他其實可以兩個 是完全可以做相比的 那所以他認為說台灣確實非常不紮實 那他幫我稍微敘述了一下 美國呢 美國是怎麼樣 你一去當兵第一件事情 前兩個禮拜 你是完全就是打過頭拳來 就是從來 你就放棄所有你的堅持 放棄所有的思維 等等等等 從零開始 那三到四禮拜 他其實就是所謂的紀律的訓練 他花兩個禮拜時間 足足兩個禮拜做紀律 那紀律你做得好 才能到下一階段 就是所謂的步槍訓練 還有基本的一些訓練等等 一直到他所謂的藍階段 就是跨到結束了 就是說八到十個禮拜的 這樣子的一個訓練呢 就是所謂的跟團隊的一個合作 的一個訓練 就是說我們如何一個團隊 一起來作戰 而最後才是一個總結 所以你可以看他的這個思維 是非常非常完整 那回過頭來台灣 我們過去其實新訓 是這個五週嘛 對不對 那我當兵的時候是五週 那後來有改短等等 但這時間點確實是不太足夠了 所以我覺得這一次我看到台灣的很多 我們的軍事改革 真的是在參考美國 那美國最後講一句話 美國常常有人會說 為什麼你美國你的軍隊這麼強 我也問過美國一個朋友 他說哎呀 這個真的不好說 但是我們從創國以來 幾乎都一直在打仗 打到今天 而且這是事實 他說We're not proud of it 我們並不是非常榮耀的來說這句話 但這句話是事實 所以如果我們要學習 當然要跟最好的學習 跟最強的學習 所以我覺得這一次的軍事改革 確實是有跟美方學習的一個重點在 我們必須要注意到 是我們在的地理位置 第一島鏈上 很重要的這一塊 而且我們又有一個拍出兵役 動不動 就是刀啊 劍啊 槍啊 炮啊等等的 那廷輝老師 我請教 因為當我們過去是四個月的兵役的時候 你在其他的這個交流 你不會覺得說 我覺得很多可能國際的那個學者專家 那都很不可思議 你就是在一個這麼危險的地方 你對面就是壞人 你竟然說沒關係 我也不用練身體啦 然後我們大家就是當作沒有事 然後這樣就是一種維持和平的方方式 那時候這些其他的學者都不會覺得很不可思議 當然覺得不可思議啊 你看南韓南韓面對那個北韓的這樣的威脅 南韓至少是十八個月 那你看日本也是一樣 就是說我們周邊國家 不管你有沒有面對到中國威脅 他自己本身來講對外來講他就必須要充足的這個兵源 但是我們我們通常來講 就是說現在來講 臺灣 臺灣已經面臨到另外一個戰爭的一個變化了 已經不是傳統這種作戰的思維 所以過往來講 其實我們國軍當中以前有大陸軍的思維 但是後來來講的話 開始因為臺灣的整個戰略形態 以及戰術形態的改變 整個有轉型 那你可以再發現到一件事情 其實我們這當一連兵 大家不要誤會了 全部都在國防部裡面或是全部都在軍營裡面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國家有很重要的關鍵基礎設施 比如說這些日子大家都有談到一個事情 台積電 要不要派國軍去守台積電 對不對 要不要派國軍去守竹科 中科 南科等等 這些重要的這個科學園區 還有什麼東西呢 比如說我們的衛星站 我們的海底電纜站 我們的很多很多其他的通訊系統 這些要不要守 當然要守嘛 所以你想想看一件事情 就是說我們派出去的 這絕對不是這一年服役 只是在軍營當中 在那邊做訓練而已 絕對會有讓你做不完的事情 做不完的事情是什麼 保衛自己的家鄉 保衛自己的國土 避免讓其他人來入侵 所以你知道現在中國 他所用的戰略用什麼東西 他不是直接跟你發動一場熱戰 所謂的現在熱戰來講的話 已經開始國際社會 中共看到俄物戰爭這個樣子 他也不敢 他要做什麼事情 灰色地帶的策略 那什麼叫灰色地帶策略 他偶爾就來給你 比如說那個海上的這個 這個給你越界一下 然後給你這個去 他不管是稻采殺死也好 或是海上搏油也好 他是一個名物而已 他是來刺探你的虛無 那他這種做法來講 我們我們會不會有開船的 這些阿兵哥 也可以協助我們的海巡 他引起到這個所謂的 海事相關的部門 然後去幫忙 所以我們說不要把局限在 還有一件事情 就像現在比如說網軍 或是說你要用無人機 你會不會用這些東西 那這時候 你如果以前就做過這個訓練 當然更加給你做專業訓練之後 可以派上用場 因為畢竟商用跟軍用 又有些差別 所以我們要說 這個當兵絕對是非常豐富的 絕對不像以前一樣 好像無聊 去掃廁所拔草 我當時當政戰官的時候 其實就真的 我們政戰處裡面 沒有割草機 所以真的是阿兵哥 我們三個大專生的阿兵哥 就在門前在那邊拔草 真的就這樣子 這是我看到 後來我說攏不住了 我就自己先拿我自己的錢 然後到對面的五金行 去買一個割草機 你們就割草 至少這樣子會比較好一點 你會覺得說很可憐 為什麼這個大專兵會來做這件事 兩千年的總統選舉 所以你看到兩千年總統選舉來講的話 這跟我什麼關係呢 因為我是政戰官 所以我是管眷府的 所以我管手上有十三個眷村 所以我從苗栗的公館 一直到台南的白河 我基本上我有十三個眷村 當然不只這十三個 因為我只是我列管 底下還有很多眷府官 底下都會列管 那你這個眷府要幹嘛 那要做什麼 做什麼東西 就是黃復興黨部以前 他們常常做的事情 就是輔選 好了輔選你就看到說 我們開始在軍中 在開始做民調 所以我當兵隊來講 是一種傷害 是因為我當時從七十二公斤 胖到八十八公斤 為什麼是這樣子 因為基本上你就要跑到眷村去 因為有政治人物會來演講 比如說今天是連戰來 明天是宋楚瑜來 然後你就拿一個板凳在那邊做 然後就開始 記錄他們講什麼話這樣子 然後就要回報 記錄怎麼會變胖 然後因為你回到軍營的時候 已經已經不是那個用膳時間了 不是用餐的時間了 所以你只能在外面的麥當勞 吃一次再回去 所以每天都這樣子過生活的情況之下 就變成說你就長胖了這樣子 就是說其實當兵來講的話 對我們來講又有一種訓練 但是我可以講的是 當時回報系統 回報回去的東西 全部都是錯的 為什麼 因為他們都早預官 我們預官基本上不是國民黨的 然後早預官 然後去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要逐步逐戶的去刺探 每一個每一家庭 比如說這個家庭當中有四個成員 四個成員當中有兩個支持連戰 兩個支持宋楚瑜 那時候就會做一個會表 但是我們這個基本上 誰有那麼多時間去做這個事情 所以那個民調都是假的 所以連戰手上拿到的民調都是假的 你們都是大義輸入法嘛 你也沒看到你丁金 然後深入挨家挨戶 然後確認說這六個人都是誰 不可能的事情 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每一個眷村當中又發生了 因為配合到九二一大地震之後 又要做 當然本來就有眷村改建 然後眷村改建之後 又面臨到 所以大幫人那個所謂的鐵票區 就開始鬆動 所以你看到整個台灣的 那個政治情勢的變化 除了這個地震之外 你還有看到政治情勢的變化 這個是我在當兵的時候 我覺得剛好在台灣 那個轉型的那個過程當中 這我覺得對我來講非常有意義 所以我覺得不管當兵你當什麼兵 因為我覺得人生當中 你一樣的經驗當中 你就知道說未來來講的話 你哪些東西是你本身 植癌生癌上面 可能又會面臨到的一個東西 那你在面對這個生死交接的 這個過程當中 你也知道說 人生要怎麼做選擇 所以我覺得當兵他是一個人生哲學的一部分 你千萬不要把他當成是一個 我就是浪費時間或是什麼 絕對不是 他絕對可以讓你學到很多東西 絕對可以讓你成長的